蔡英文八年执政下非核政策导致缺电危机 传出主任总统赖景德已经指示 能源政策跨部会要立即检讨 未来核能是否将成为赖政府的重要选项 是不是我们的非核家园会有所转弯 多数人民的共识产生法律的改变 我们就依照法律来执行 当然可以讨论 准经济部长郭智慧也说 核电规划必须由多数人同意做决定 更喊出核能是干净的能源 似乎透露出非核政策的转弯风向 但即将卸任的经济部长却跟赖景德仰赖的企业大将不同掉 核能不是RE100里面讲的绿电 台湾重要的这些大企业都加入了RE100 其实RE100只是一些企业凑在一起的组织 并不是官方组织也不是圣子 所以谁不遵守呢 Amazon开始不遵守了 推出RE100 G7 G20跟欧盟官方组织都在鼓吹核电 是重要的不排碳的 RE100如果内部分歧太大可能会解体 民奖智库副董同子先说 未来电力就是国力 排除核电将重挫竞争力 AI的增加用电或者精密晶片的用电 还有未来几年会直接增加的电动车的用电 不要忌讳它 这是先进国家的一个象征 稳定供电跟供电品质 加上你的供电是不排碳的 而且是价格是低廉 就会产生你的竞争力 核电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相较于煤炭跟天然气 它是几百倍的节省那个碳排 有人质疑台湾还有地方扩充核电吗 赵少康透露台电过去 早就把核电用地全部都规划好 核二厂现在是两部基础 它们可能空地给盖一个小 核三厂现在是两部基础 它们可能空地再带一个多少 六部 还要找这个网路 不需要方面找地 地已经危险在这个地方 来政府上台前似乎已经透露 不再死守非核意识形态 让民众在能源危机中看见转机 接下来黄英俊 李俊玉台北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